既供活佛词训,发心立愿。修道入门,发心为首,修行吉悟,立愿当先。 做事之前,要先衡量事情的轻重与后果。 实时检讨自己的动机。动机是善得就往天堂走。动机是恶得就往地狱去。 天堂、地狱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 所以徒儿应该把自己的念头拿出来检讨、体会。 只要徒儿有真心,道理不再深浅。 道灵不再新旧,修道只论,当下。 你当下的每个念头是否清明? 当下的觉,这就是修道。 三清四正,对于一个修道人来说很重要。 要做什么事前,都要先问问自己的良心。 因为念头会成为行为,行为就断定价值。 道场有佛规,这是帮助徒儿在尽得修业上。 免受诱惑之苦,但是有好多徒儿还是不明白。 心想,反正我有在度人成全人,有在行功。 应该可以弥补我在三清四正的瑕疵。 真的可以吗? 徒儿啊! 要慎思慎行。 想要再往前进行,究竟要如何做呢? 那便是,立愿、因为、愿力。 是督促自己往前的指路标。 如果没有这个指路标,就等于盲修瞎恋。 漫无目标地走下去,疏难有成道的可能。 故古人云,修道入门,发心为首。 修行吉悟,立愿当先。 心发则众生可度,愿力则佛道堪成。 幼云,既不发广大心,立坚故愿。 则纵今晨节,依然在轮回之中。 虽有修行,总是徒劳辛苦。 徒儿,可想过不断地给自己添加新的愿力。 作为每个阶段的炼金时。